事实上,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我是一个脑神经外科医生 我可以选择在礼拜天去做几个手术 开几个头,开几个脊椎 可以多挣一些钱 但是,我选择来服侍神 我向神说,如果我要来服侍你 我就要做一些真正的事情 而不是做一些虚的事情 我不想只是在教会里做一些 宗教方面的仪式的事情 就像贴一些创可贴在那些受伤的地方 我要做那些可以让人的生命得改变的事情 全被的福音 百分之百的像使徒行转那样的基督徒的生活 就像主耶稣当年在地上行走的那时的光景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在玩一些游戏了 只是来做一个教会 来讨人肉体上的喜好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否则,礼拜天我不如去做手术算了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呢? 我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要认真 严肃地对待天国 感谢神 你们都准备好来领受神的话语了吗? 今天我们会像通常那样在会后有按手 我们相信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 我们彼此有好的友谊的关系上 或者是好的讲道 好的敬拜 好的祷告 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大能 如果您有疑问 或您有问问 把手放在手上 如果你对按手或圣灵的运行 有疑问的话 我请你在祷告章中 向神来询问 基督在两千多年前所做的事情 事实上 主在地上行走的日子 做的就是触摸的工作 他触摸彼得的岳母 他触摸小孩子 他总是给人按手 他做的就是 讲道按手 再讲道 再按手 在他服侍的三年半中 他就是这样做的 他吩咐风 风就止住 他斥责魔鬼 他触摸人们 神迹就发生 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 因为主说 我做的 你们也要做 而且做的要更大 所以在教会中 让一些有恩高的弟兄姐妹 来按手 发祝福 发预言 为一些事情宣告 是很正常的 你也可以在你妻子 丈夫或孩子身上 做同样的事 你回家 可以按手在你孩子身上 宣告神的祝福 我们操练这些 是因为圣经 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阿们 如果我不按手 不让圣灵 参与到我们的服侍当中 事实上 圣灵是全世界里头 对于基督徒来说 是最重要的人 如果我们不让圣灵 来充满我们 那么我们就是愚拙的 如果我们是有智慧的话 我们就必然 邀请圣灵来 阿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 不想让我们 任何一个人 失去祝福 我们要让圣灵 来参与触摸 并祝福我们每一位 从刚才那个见证中 我们都看到了 那位弟兄 如何从一个 痴迷于世俗音乐的人 由于被圣灵的触摸 在短短几个月里面 完全改变 阿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多结果子这个系列 今天教导的部分 是非常属灵的 我要提醒你们 要集中注意力 不要漏掉任何一个 我讲的内容 感谢神 我的英文有很重的口音 这样你们就不会睡着了 所以需要硬心的听 有时候 我会用一个错误的 态式英文的口音 让你清醒 你甚至会想 你在说什么呢 如果我有一些英文的口音 你不能明白的话 你可以来问我 我想说的是 希望你一直保持注意力 我再一次强调 我们教会的目标 就是要让你们每一个人 有属灵上的训练 你知道 在星期间 我们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 来教导你们 有关属灵的事情 但是我们想 训练每一位地心姐妹 都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因为你从华大 学不到这些东西 你也不可能 从其他的社区学院里头 学到这些 你只有在教会当中 才能学到 如何顺着圣灵而行 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已经学习了 多结果子 这些经节 我们知道 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多结果子的丰富人生 我要来读几个经节 来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所学到的 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灾政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剪干净 是枝子结果子更多 从这段经节中 我们知道 这是神的意思 是神的期望 要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不只是牧师 不只是带导者 也不只是那些 读过神学院的学生 而是要每一个基督徒 年少的 年长的 伟大的 平凡的 新信主的 或者信主多年的 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有多结果子的人生 每一年都要比过去 结更多的果子 我们不应该做那种 只坐在教会里头 而不做任何事情的基督徒 那种只会纠结在 世界上的事情 为明天吃什么 做什么样的工作而忧虑 只会关注我的工作 我的金钱 我的事情 和我的舒适生活的那种基督徒 我们需要思考虑 我们需要来思想如何为神的国度 多结果子 在我们的下令营会中 我们已经学习了这方面的教导 我鼓励你们去拿这些教导的MP3 或者是CD来不断的聆听 因为它会改变你的生命 我们需要不断地被公信 直到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样 从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的心意 阿们 很多时候在主日里 我看到有些人们来 作为牧师 我非常为他们惋惜 因为他们没有听到那天的讲道 有时候的讲道 会成为改变你生命的药匙 但是他们错过了 所以我祷告求主 让你们不错过任何一个主日的聚会 不错过任何一个主日的教导 阿们 上个星期天我在外地 但是我们仍然去教会聚会 我不想因为我们家度假 而不参加主日的聚会 于是我们就去参加当地的教会的主日 感谢神 他对我们是有恩典 有祝福的 聚会的时候 我们坐在前排 突然那个牧师就走过来 对我发预言 他并不认识我 当他对我讲预言的时候 我们眼中充满了泪水 哇 这是多么奇妙的 那天 他一共只对两三个人 讲了预言 我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 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 阿们 我们都要多结果子 我要来读彼得后书 一章一到二节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 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 愿我们同德一样 保卫信心的人 我们每个人请说信心 第二节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多多加给你 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当圣经上说到认识神 不是说你头脑中认识 神是在说要真正的认识神 要与神有个人的直接关系 就像我对师母 不是头脑中的认识 而是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她 当她的眼光接触到我的眼光的时候 我就立刻就知道 她对我是满意还是不满 我了解她 我知道她喜欢什么 我知道她要做什么 这就是真认识师母 这是真了解师母 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中的知识而已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来真正的认识和了解神 并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 阿们 神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和了解她 我们要与神建立有直接的个人的关系 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 这里说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赐给我们 that pertain to life and godliness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who called us by glory and virtue 因此他又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 就与神的性情有份 but also for this very reason giving all diligence everyone says all diligence in the NIV version say make every effort mean we have to do the best we can give all of you to something 第五节 众因这个缘故 你们要分外殷勤 这个分外殷勤就是说 要努力 要格外的努力 giving all diligence add to your faith everyone say add to my faith 圣经接着说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这里也就是说 在信心上 要加上很多德行 每个人请说 在信心上加天 神希望我们都有信心 因为信心是我们的基石 and from that faith we add something the apostle Peter talk about seven things that we have to add to our faith 我们需要有信心 在信心上 再加上什么 在这里 使徒彼得谈到七种 需要加在我们 信心之上的美德 add to your faith virtue to virtue knowledge to knowledge self control to self control perseverance to perseverance godliness to godliness brotherly kindness and to brotherly kindness love 圣经在这里接着说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敬虔 有了敬虔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for if these things are yours if these seven things with faith faith come first and you add seven things are yours and above you will be neither barren nor unfruitful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第八节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 有这几样 就是说 在你的信心上 要再加上这几样 后面接着说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懒散 不结果子 圣经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 如果你竭尽全力 如果你竭尽全力 全力以赴 尽一切的努力 在信心上 加上美德 知识 敬虔 忍耐 节制 爱弟兄的心 爱众人的心 这七种美德 我们就不会荒芜和贫瘠 荒芜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果子 不结果子 但我们却要成为 多结果子的 从今天这个主日开始 我会逐一的讲论 这七种美德 教导我们 如何在你的信心上 加上这七种美德 从而使你的生命 有丰富的果实 彼得后书一章 第九节这里 接着说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这七种美德 就是瞎眼 只是看见近处的 就是指近视 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洁净 第四节 所以弟兄们 应当共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 和拣选坚定不已 若你们行这几样 哪几样 就是这七样 美德知识敬虔 忍耐节制 爱弟兄的心 和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就永远不会跌倒 这里说 如果你在信心上 加上这七样 你就不会跌倒 就不会荒芜 就不会不结果的 你的生命 就会大有能力 有丰硕的果实 会为神的国度 多结果子 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神呼召 他的使命 神希望我们知道 当神把我们 从罪恶的捆绑 和魔鬼的权食中 竭尽救赎以后 我们需要全力关注 在我们需要完成的 使命上 我有我的呼召 尽管在职业上 我是神经外科医生 尽管师母是家庭主妇 但是她也有她的呼召 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呼召 我们应该完成呼召的使命 结出丰硕的果实 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财感和超自然的能力 让我们可以完成 我们的使命 但是为了完成我们的呼召 我们需要从信心开始 然后在信心上 加上这七种品德 这就是美德 知识 节制 忍耐 敬虔 爱定性的心 爱众人的心 我们需要知道 如何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加添这七种品德 并且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行出来 信心 美德 知识 节制 忍耐 敬虔 爱 我们会在随后的 逐日当中 逐一的来讲解 阿们 在第十章和十一节 这里接着说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殷勤 前面说到了 分外殷勤 这里要更加殷勤 比刚才那个竭尽权力 要更加的来努力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 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之急 一样就永不失脚 十一节 这样 必叫你们 必叫你们 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 我们主 救主 耶稣基督 永远的国 这里讲的 丰丰富富的得着 是指着神 要打开的 供应的大门 神在这里说 如果我们决定 要多结果子 并且加上这些美德 而且让这些美德 来引导我们 神就会打开 祝福的门 使我们的人生果实 累累 并且可以进入 神的永红的国度 我们有多少人知道 时间不多了 我还记得我和师母 在十五岁时候 相处的光景 就觉得只是 眨眼之间的事情 我十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追求师母了 但是你们不要学我的样子 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 所以那时我看到 美丽的小女孩 从我门前过去 我就会 可是只是一瞬间之后 我们就年过半百了 我期望我有120岁的寿命 我现在还不到六十 所以还将将不到一半的时间 时间过得非常快 只是几个眨眼的瞬间 我们就会站在 面对主耶稣的宝座 在那一天 我们都要经过审判的火焰 如果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是按照自己肉体的需要 按照自己罪性的需要 按照自己自私的期望而活的话 而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有一切 我们在地上所做的 都会被那火烧掉 以至于让我们 两手空空的来到天堂 但是若我们按照神的呼召 真正地过一个顺服圣灵 带领的生活 那么我们会带着 金银宝石般的光彩 进入到天堂 并且有丰富的奖赏在那里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愿意带着这样的光彩 和荣耀去到天堂呢 所以你需要认真听 这个系列的讲道 就是关于如何在地上 过一个得胜 丰硕果实的生活 今天我们来学习 品德的第一样 叫美德 让我再读一遍 彼得后书一章三节 神的神能 以将一切关乎生命 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 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 这里你可以看到 神希望我们活在神荣耀 和有形的同在当中 不仅是这样 我们还需要了解 美德 因为他招我们 是要有在信心上 加上美德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 神还用他的荣耀 和美德招我们 那么什么是美德 美德就是卓越 杰出 完美 极美的 我们每个人请说卓越 我们的神是一位卓越的神 耶稣有着卓越的名字 圣灵是卓越的圣灵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品格 就一定会有卓越丰富的人生 卓越意味着至高 意味着杰出 意味着超越 超越平凡 优于标准 是最好中的最好 就是杰出卓越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一个卓越的生活呢 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自身的能力 来达到卓越的人生 我们也不可能靠着我们头脑中的知识 或者是墙上的文凭证明我们上过多少的圣经课程 圣经学校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能使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聪明 过上一个卓越的生活 但是只有当我们与卓越的灵相连接的时候 卓越才能发生 圣灵就是那卓越的灵 神的智慧是卓越的 超越所有人类的智慧 祂知道所有的 祂知道的 超越我们所有人所知道的 所以只有被圣灵充满 并行在真神的灵当中 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个卓越的生命 它可以带领我们超越平凡 超越人正常可以达到的水平 在我们里面有卓越的圣灵 如果我们应有这一位卓越的圣灵 并与祂同行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不会有懒惰和草率 我们就会是非常勤奋的人 做任何事情都会很努力 很优秀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努力地追求主 直到我们可以像主那样 过一个卓越杰出的人生 有人说过 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自己祷告已经足够了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worship enough 从来就不会觉得敬拜神已经够多了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read the Bible enough 从来就不会觉得圣经读得够多了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our mind What is enough? What is excellent for us? For each individual? 问题是 对我们 对每一个基督徒 什么是足够 什么是完全了 Do we pray enough? Do we pray all day long? And is that call excellent? 我们的祷告是足够多了吗? 如果我们总天不停地祷告 就算作卓越 杰出和完美了吗? I want to explain today What does it mean excellent? Because many people misunderstand 我今天就来讲解什么是卓越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都会有误解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his Our Lord is not unreasonable Everyone say our Lord 首先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主不是不尽情理的主 我们每个人请说 我们的主 It's not unreasonable 不是不尽情理的 Do you know that He realized that We need to wake up and go to work? He knows that We need to take our kids to school He knows that We need to take a shower Wash our hair and get dressed He knows that We need to spend time With our spouse and family He knows that We need to cut glasses At our home Wash dishes Cook clean And go to bed And have some vacation We need to go to care group And meet people And encourage people He knows that Sometimes we need to visit People in the hospital He is not unreasonable 他知道 我们的生活 不是只是读圣经 我们也需要去小组 大家可以彼此相见 彼此鼓励 他也知道 我们有时候要去医院探访病人 他不是不尽情理的 He knows And he does not expect us To read the Bible 他并不希望我们每天只是读圣经 而没有时间洗澡,做饭,吃饭 没有时间和我们的家人在一起 他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 他不是一个不讲情理的神 所以我们说的卓越和完美 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 只是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读圣经 或者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 跪在地上祷告 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这种方式叫卓越完全吗? 不是 我们一天到晚举着手祷告 这就叫卓越吗? 不是 这不是神眼中的卓越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卓越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卓越呢? Is excellent for you the same as mine? No 你的卓越与我的卓越是一样的吗? 不是 And is excellent for me today the same as next year? No 我今天的卓越会明年我的卓越一样吗? 不是 Excellence in the eyes of God for each individual is different Amen 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个人的卓越都是不一样的 Amen Don't push somebody else to do the same thing you do Because we are all different 不要强迫别人做你所做的同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 So excellent for each individual for an in a giving time given situation given ministry is different 所以卓越的定义对每个人在每段时间在每个事工上都是不同的 So therefore don't judge each other But what we need to do is we ourselves seek the Holy Spirit And let him lead us to the excellence for us In that particular time Particular ministry Particular family situation And we seek the excellence of God 因此不要论断别人 我们所应做的是寻求圣灵 让圣灵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每一段时光当中 在每一个家庭当中 在每一个事工当中 可以进入神的卓越 Before I go on I want to say this In order to seek the excellence There are two issues here 在我进入下面的内容之前 我要再次强调 基督徒在追求卓越完美时 有两个方面的事情需要注意 Certain issues are very long-term outcome 一个是有些事情是重大的 会带给你长期影响的 会影响你的人生 For example Who you marry to is a big deal 比如说你和谁结婚 这个对你就非常重要 Definitely This is the big issue that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know that the Holy Spirit leads you to marry the right person Because there is no divorce 你需要靠着圣灵的带领 找到那个对的人 成为你的伴侣 这样就不会有离婚这件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That is long-term You need to seek the excellent spouse for you Your excellent spouse may not be excellent for me You see my point? 这种是长期的 你需要找到完美适合你的配偶 你的最佳的配偶 不一定适合我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So certain issue you have to wait on the Lord and seek the excellent for you 所以有些事情你需要懂后生 寻求神为你预备的卓越完美 Oh another issue Buying a house Oh 另外还有 比如说买房子 It's not easy to sell and buy And sell and buy Not like clothes You know you buy And you just throw away You buy new clothes But to buy a house To marry Or to find a good church To be a member You don't want to hop from church To church every three months You want to make sure you root in that church And make sure you are in the church of excellence for you 这个就不像你买衣服那样 买了弄掉 再买再弄掉那么简单 买房子 结婚 以及找一个合适的教会 你不想每三个月就换一间教会吧 你需要扎根在教会里面 使教会变得对你来说是卓越完美 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 你需要祷告 尽心地来寻求神的心意 因为你无法很快地改变这类事情 但在另外一类事情中呢 神会一步一步地来带领你 如果说2010年 2011年 你的卓越决出是在这里 那么神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 一步一步带领你 达到你人生的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你需要知道 在每一个时间段里头 什么是你人生的卓越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达到一个新的卓越高度 所以有两类事情 一类是相对固定的 像婚姻这种 另外一类是不断改变的 你能理解我所说的吗 当我们说到卓越和结束时候 会指的是不断改进的 从一个高度达到另外一个新的高度 而像买房子结婚找教会这样 这一类的事情 你需要认真祷告 非常的小心 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 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特定时间中 什么是我们当行的 以至于做到卓越和结束 我们知道这需要靠圣灵的引导 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所有 祂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 祂是卓越的灵 如果我们每天都能顺从圣灵的带领 最终我们会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达到卓越结束的高度 卓越就是最高 就是超越 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祂的面前 寻求祂的指引 再一次我需要说 神不是不尽情理的神 可能今天你对卓越的要求的标准 是花半个小时读圣经 然后去探访地心姐妹并鼓励他们 可能明天对你的标准是一个小时 若你聆听圣灵的引导 每一天神都会带领和教导你 如何使用你的时间精力 来达到卓越结束 神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 祂知道你的方方面面 如果你跟随祂 祂就会带领你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谦卑 需要被圣灵充满 当任何时候 有圣灵触摸和浇灌的机会时 我们都应该快跑去领受 因为我们需要 共多的神的恩典 来过一个得胜卓越的生活 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听从圣灵的带领 圣灵是对我们的心讲话 而不是对我们的头脑讲话 不要听从你头脑的带领 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不要顺从你头脑的想法 而要听从你心的带领 因为圣灵会对你的心讲话 当你的生活达到这种卓越 结束的地步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满足 每个人请讲满足 这是一种灵力的满足 我服侍主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我听从圣灵的引导 神带领我每年一个脚印的 从这里到那里 从对初我在进信会教会学习神的话 到后来被圣灵充满假方言 神带领和使用我生命中的卓越部分 来训练门徒 建立教会 神又带领我领受神的圣火 神使我明白属灵的事情 并可以赶鬼 使人的释放 神在许多的方面带领我 每年都达到一个又一个的卓越人生 所以我们要让神带领我们 每一年都进入一个新的卓越高度 在我的工作里也是这样 即便是停车位这样的小事情也是这样 我记得上次我们在夏威夷度假 我们开车去Costco买东西 进停车场以后看到一个停车位 正准备停的时候 神对我说 不 那不是对你最好的位置 继续往前开 我们就继续往前开 结果在靠近入口的地方 有一个停车位空着 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停车位 有一次我们去火挪奴鲁的中国城去吃饭 开始是到处找停车位 结果看到一个付费的位置 准备停进去的时候 神对我们说 这不是好的位置 我有更好的位置 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耶稣基督的儿子女儿所预备 于是我们把车倒出来 等候圣灵来引领我们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当时我们想去吃越南粉面 当我们开车到了那家越南粉面店的时候 路上有一个行人用手指一个停车位对我们说 你可以停这儿 哇 这是多么奇妙 居然有人给我们指停车位 我们当时觉得 我们是整个宇宙王的儿子和女儿 这个停车位正在这家越南粉面店的旁边 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停车位 因为圣灵带领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这里的单身 你要等候神带领你找到你最佳的配偶 如果你要买房子 你就要等候神带领你买到对你是最合适 最佳的房子 不要急着去做 却要让圣灵带领你 最终它会带领你进入卓越杰出的生活 无论你做什么都需要与圣灵建立关系 开车 在你的工作地点 在你的工作岗位 度假 或者是服事 或者与人的关系等等 很多年前 我那时就认为我已经是一个好丈夫了 但是以后一年又一年 圣灵开始让我看到 我仍有很大的空间 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 你看神要我成为一个杰出卓越的丈夫 这样我们的婚姻就会变得更好 结出更丰盛的过失 神一直引领我进入更高的卓越与杰出 祂使我成为一个卓越的丈夫 师母和我努力靠着圣灵的带领 做孩子们卓越的父母 圣灵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 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带领下 知道需要做多少 安排到何种程度等等 我们需要每天都要来追求主 跟随圣灵的带领 他会告诉我们每天需要祷告多少 我们每天需要读多少圣经 我们应该加入什么样的教会 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 因为神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 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生命最有益处的 是最卓越的 我们只要单单的跟随神 所以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卓越 我们需要跟随主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需要恒久忍耐 并且靠着信心行走 可能为了买房子 你已经看过39栋房子了 但是在你的灵的深处 圣灵告诉你不要买 这不是你要买的完美居所 你也不需要驱从别人的压力和诱导 不需要被那些所谓的最后的期限所困扰 不要驱从于任何其他人的意见 只要每天单单寻求圣灵的声音 如果神没有把满足和平安放在你心里 不要急着做 只等到你发现你生命中的卓越所在 让圣灵来带领你 你需要有耐心 不要让你的肉体的情欲引领你 不要让你的头脑带领你 而是要让圣灵带领你 忍耐坚持来寻求神 一直来等候神 坚持忍耐 直到神告诉你 现在这个就是了 这个就是你应该居住的地方 这个就是你应该加入的教会 这个就是你应该服侍的事工 坚持努力追求神 直到神把那满足放在你的心中 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神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我们需要追求神 所以我们需要追求神 祂会把卓越节出 丰丰满满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能不放弃 坚持不离开 单单地跟随神 相信神 在神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上 坚持努力 不放弃 忍耐懂后神 不要安于不完美 却要追求达到最好的 努力追求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预备给我们的极美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神是卓越的神 真言八章六节这里说 你们当听 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政治的事 神在这里说 他会将极美卓越的事 告诉我们 听神的话 让神来带领 以赛亚书十二章五节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因他所行的盛世美好 但愿这事谱传天下 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二十九节 这也是出于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谋略奇妙 他的智慧广大 或者是卓越的引导 我们需要跟随神 让神来带领我们 赐给我们 祂奇妙的谋略 和极美的带领 不要停止寻求 要只等到 神成就给你 不要将近的不完美的 Amen 也不要随意 找一个就满足了 就停止了追求 让我们追求神 所预备给我们 极美的赏赐 追求 并跟随圣灵的带领 And God would tell us as a witness of the Holy Spirit on the inside here what we need to do where we should stop where we should come around 作为我们里面 圣灵的见证 神会告诉我们 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在哪停下 在哪里安营扎寨 If God doesn't say stop here keep pursuing the excellent thing for our life Amen 如果神没有说 在这里停下 就要一直追求下去 只找到我们人生中 极美好卓越的结果 Amen In order to do that the Bible says in James chapter 1 verse 4 But let patience have its perfect work That you may be perfect and complete lacking nothing 雅各书 1章4节 告诉我们当如何行 这里说 但忍耐 也当成功 使你们 从全完备 毫无缺欠 The problem of our flesh is impatient I want it now I want it now So I'm not gonna wait on God 我们周生情欲的问题 就是缺少忍耐 我现在就要 现在就要 我不要懂后生 But the Bible says Let the patient finish its work We need to be patient 但是圣经在这里 教导我们说 忍耐也当成功 也就是说 忍耐能带出卓越 If we don't see the excellent thing in our life yet We should be patient Keep following God until God show us the excellence in that particular situation particular condition that we are seeking God for Amen 如果我们至今 都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看到杰出卓越 那么我们需要 更多的忍耐 一直跟随神 直到神向我们显现 在特定时期 特定的事情上 什么是我们的美好 卓越 Amen Everyone says patience 我们每个人 请跟着说 忍耐 If you are patient You will live a life of complete and perfect excellence of God Amen 如果你能忍耐 你就能活出 神的完全 完美 卓越的生活来 Amen How many people want to pursue excellence in everything Be an excellent husband Be an excellent wife Be an excellent minister of the gospel Let us be the excellent church Pursue what God has for our church Be an excellent employee Excellent member of the local church Amen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 愿意追求完美卓越 在各个方面 做一个杰出卓越的丈夫 做一个美好卓越的太太 做一个杰出卓越的福音时工 让我们成为一个卓越的教会 追求神 在我们教会中的心意 做一个杰出卓越的员工 杰出卓越的地方教会的重员 Amen Be an excellent citizen Let the holy spirit lead us 让圣灵来带领我们 做一个卓越的公民 In Hebrew chapter 11 verse 4 By faith Abel offered to God a more excellent sacrifice than Cain through which he obtained witness that he was righteous God testifying of his gifts and through it He being dead still speaks 西伯来书十一章四节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 比该淫所献得更美 因此他便得了充益的见证 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仍然说话 Many thousand years later In twenty first century We still talk about Abel 几千年后的二十一世纪 我们现在仍在谈论亚伯 Why we still talk about Abel Because Abel has achieved Excellent offering to the Lord 为什么我们仍在说亚伯呢 因为亚伯献给神 最美卓越的祭物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因着信心做到的 信心是我们追求神的卓越 杰出美好的至关重要 我们要有信心 神是信实的 Amen We have to have faith that God is existent And the Holy Spirit is real in our life And he is the excellent spirit 我们必须有信心 因为神是真实存在的 圣灵也真实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且他是美好卓越的灵 We need to believe and trust God That he will lead us to the excellent thing for our life We need to walk by faith and trust God Trust him with all our heart And not depend on our own understanding If we want to have excellence 我们需要相信 但是魔鬼会尽一切的努力 使你的心下沉 好像是 Oh 这对你来说 是不可能有杰出卓越的事情 你只要努力 终取到这一点成就 就足够可以了 就在这里停下吧 不需要追求神 所赐给你的美好卓越 Oh Your own feeling You go by your feeling Oh I feel good here I'm gonna settle down here 或者是你的感觉 你跟着你的感觉走 Oh 我觉得不错啊 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吧 Don't walk by sight Don't go by what you see Sometimes you may see thing outwardly look nice But the holy spirit may say Don't go for it Wait patiently I will give you another one Better 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 不要只凭眼见 有些时候 你可能把那些丑陋的 看作是美好的 但圣灵或许会告诉你 不要这些 要忍耐懂后 我会给你一个更好的 Don't go by what you see Don't go by what you feel Don't go by what you hate say Don't go by what other people hate say Don't go by foolish talk of people Just listen to the holy spirit This is my job as a pastor 不要只凭眼见 不要只凭感觉 不要只凭你头脑中的思考 不要只凭别人怎么说 不要听声那些愚拙的谈论 只要单单听声圣灵的带领 这就是我作为牧师的职责 I'm not teaching you to depend on man I am teaching you to be hooked up to the holy spirit 我不会教导你去依靠别人 但却要教导你与圣灵连接 You all can hear the voice of the holy spirit He is the best one to know what is best for your life Not even me But if the holy spirit speak to you And to me We can have the same answer Amen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 他是唯一那位可以知道 并告诉你 什么是对你最好的 我做不到 如果圣灵对你 我讲话 我们会有相同的印重答案 Amen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训练会众 成为属灵的人 与圣灵连接 让圣灵来引导 他会告诉你 什么是不对的 如果你开始在很小的事情上 学会听从圣灵的引导 他会在很大的事情上来帮助你 有时候 大的事情意味着与生命关联的事情 有些人因为没有听从圣灵的话 而可能遭遇不测 可能你认为坐支撑飞机去观赏 是今天极美好的事 但是圣灵可能会告诉你 今天去海湾里潜涌 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不停从圣灵的引导 执意要去坐支撑飞机观光 那支撑飞机坠毁 你就死了 因为你没有看到 对你什么是最好最佳的选择 事实上两天前 当我们在夏威夷度假的时候 有一架直升飞机坠毁 死了五个人 当师母和我在报纸上 读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为那个星期 我们没有去坐直升飞机观光 心中来感谢神 神会告诉我们 什么是对我们卓越最好的事情 有些时候 这关系重大 如果你听从圣灵的引导 可以免去很多的麻烦 问题 负担 我自己也会犯错误 有时候顺着肉体的需要 有时候会听从人的意见 而没有听从神的意见 很多次这样 在这里我就不想再说详细的 我想我们都可以识别出 这种情况来 有时候我们的肉体 非常的强大 牵引着我们 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尽管圣灵一代说 不要不要不要 但我们仍然会去做 因为肉体太强大 以至于是我们遭遇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 金钱来解决这些麻烦 给我们生活中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圣灵的带领 Amen 让我们一起来跟随圣灵 我相信 如果我们听从圣灵的声音 并一直这样去做的话 最终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极美的地方 极美的关系中 极美的事工 极美的婚姻 极美的家庭 极美的教会 极美的属灵生活 Amen 寻求圣灵的忠告 每个人请说 祂的忠告 It's wonderful His guidance It's excellent Amen 祂的忠告是何懂的美善 祂的引导是何懂的卓越 Amen How many people want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How many people say From now on I humble myself To be led by the Spirit of God Amen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被圣灵充满 有多少人愿意 从现在开始谦卑自己 来跟随圣灵的带领 Amen I know that many of you are smart people You have high education Some of you may be master degree Some of you may be PhD Some of you may be the CEO of a company You may be very smart people But the Holy Spirit is wiser than you 我知道 你们当中许多人都受过高等教育 都是聪明的人 有的是硕士 有的是博士 有的是公司的CEO 你可能是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圣灵远比你共有智慧 Learn how to be hooked up to the Holy Spirit Learn how to be led by the Holy Spirit Amen 让我们来学习咱样与圣灵相连接 学会咱样让圣灵来带领 Amen If it's so important to associate with people who love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our faith can be quenched Can be destroyed by negative comment about the Spirit of God 与爱圣灵的人藏在一起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 会经常被那些 对圣灵很负面的言论 衰弱和伤害 If you hang around with Christian who don't like the move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f you listen for a while You begin to have doubt And it will destroy your life 你若与那些不相信圣灵运行的基督徒 藏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开始产生怀疑 这样就会毁坏你的生活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hang out with Christian who love the Holy Spirit who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It will save you from many heartaches many problem He is the best person that you should hang out with He is the best person to lead you into the excellence of your life Living a life of excellence Amen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常与那些爱圣灵 并顺服圣灵的人在一起 这样你就会免受很多的麻烦和痛苦 圣灵是最好的 最值得你与他待在一起的 他会带领你 进入你生活中极美的光景 活出卓越的人生 Amen As I mentioned so many times I'd rather spend time lay hand on people get people hook up to the Holy Spirit than to see you guys have cancer taking medicine taking chemotherapy go to court because making a wrong choice having a broken marriage having problem with kids the kids run away 就像我过去说过的很多次那样 我宁愿花时间 为人来按手 使人能更好地与圣灵连接 也不愿意看到 你们有人得癌症 大量地吃药 去做化疗 或因为犯错而去法庭 或者家庭破裂 与孩子不合 孩子离家出走等等 I'd rather spend time lay hand get you touched by the Holy Spirit set you free from curses and bondage and demonic activities that try to attack you then to see you go to the hospital and have a big operation then to see you have broken home and broken marriage and to see you sick and poor and weak and living in sin I'd rather see you strong and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connected to the Holy Spirit He is the person that's gonna be with you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I'm not with you all the time If I'm with you all the time Pastor Doug will not be happy Amen 所以我愿意花时间 为你们按守 受圣灵 使你们被圣灵触摸 把你们从诅咒 捆绑 邪灵的攻击当中释放出来 而不愿意看到你们 去医院做大手术 也不愿意看到你们的家庭破裂 也不愿意看到你们贫穷 生病 软弱 活在罪中 我希望看到你们刚强 被圣灵充满 与圣灵连接 圣灵会与你们 7天24小时的 待在一起 我不可能每天到晚 和你们待在一起 如果那样的话 事故我就不高兴了 Amen He can be with you And the measure of the in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is different The more the better The more you are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the better So you come to church on Sunday To learn how to be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Here in this room Where there is no one criticize you No one have a camera and tape And then send to the Como News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 Amen 圣灵它会与你们同在 被圣灵充满的重度 又不同 越多越好 越对圣灵敏感越好 所以你礼拜天来教会 学习如何能对圣灵有感知 在这里不会有人论断你 批评你 或把你当新闻 这里是神的家 Amen And then when you walk out of this room You can be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You can be guided by the Holy Spirit I want to encourage all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Love the Holy Spirit Be touched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Amen 这样 当你离开教会到外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如何 对圣灵有一个敏锐的心 可以被圣灵来引导 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当中所有的人 爱圣灵 愿意被圣灵来触摸 Amen Humble yourself God give grace to the humble Let him touch you Let him minister to you Amen 谦卑你自己 神赐恩典给谦卑的人 让他来触摸你 让他来牧养你 Amen Let's pray Father w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eaching us about faith about virtue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关于信心 和卓越美德的教导 Lord we want to be fruitful for you We want to add to our faith Virtue or excellence 主啊 我们愿意为你多结果子 我们愿意在信心上 加上美德 卓越美好和完全 O Lord Help all of us to be sensitive to the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The Spirit of Excellence O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圣灵的带领 就是那位卓越的灵 又更加敏锐的认识 Help us not to walk by the flesh Not to listen to Satan Not to walk by sight Or by feelings 帮助我们 是我们不再靠着肉体而行 不再听从魔鬼的声音 不再只凭眼见 不再只凭感觉 Help us to walk by faith Like Abel That we can present to you The excellent life And we can be more fruitful We will not be barren We will not stumble We will not fall We will not be unfruitful 帮助我们 让我们像亚伯那样 靠着信心而行 能够向你呈现出一个 卓越美好的人生 多结果子的人生 使我们不至被捆绑 被跌倒 不至于不结果子 O Lord train your people In this house Train people who listen To this teaching Around the world To be spiritual To be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The Spirit of excellence Thank you Father In Jesus mighty name We pray Amen 主啊 训练你家里的子民 训练那些 在世界各地 能够聆听这些讲道的人 都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成为对圣灵有敏感 美好卓越的灵 谢谢你 谢谢天父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Is there anyone in this room Who don't know Jesus Christ Who are not sure That you are going to heaven Or you're not sure That you have salva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God 今天 在我们当中 还有没有人 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还不能确定自己 一定会去天堂 或者 你不能确定 你有救恩 与主有关系 Salvation does not come by physical birth That your parents are Christian And you are Christian automatically Salvation comes When you make your own decision To repent of your sin And to have Jesus As your Lord and your Savior And you begin to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救恩 是不能从肉体生的 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你不会自动成为有救恩的 救恩 是因着你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悔改你自己的罪 任耶稣为你的主和救主 你就开始 与神 有一个个人的直接关系 Going to church Doesn't save you Doing the choir of the church Doesn't save you Salvation come through faith By his grace 来教会 不会使你得救 在教会里 加入师班 也不能使你得救 救恩 是因着你的信心 和神的恩典而来 If you're not sure that you are safe You hav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do so today 如果你不能确定 你已经得救了 或者你与神 有直接的关系 我希望 你今天就来做这件事情 How many people want to be sure that you are a child of God You are safe Less your hand up 我们中间 有多少人想要 确定 你是得救的 且是神的儿女 请举手 You want to go to heaven Less your hand up Thank you Jesus 你想进天堂的 请举手 感谢神 You want to be safe How many people want to be saved Amen 有多少人想要得救 Amen If you never invite Jesus into your heart as a personal Lord and Savior I want to lead you to pray today Wh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follow my prayer Talk to the Lord together 如果你从来没有邀请 主耶稣基督 进入到你的心中 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助 我要带你来做一个祷告 请你闭上眼 跟我一起来 向神祷告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父 I admit Lord 我向主承认 That I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我向你犯了罪 I repent of my sin today 今天我悔改我的罪 From now on I want to follow you 从今天开始 我要跟随你 Lord Jesus Forgive me 主耶稣基督啊 赦免我 I believe in my heart and confess with my mouth That you are my Lord and Savior 我从心里相信 我口里承认 你是我的主 和救赎 Lord Come into my life Come into my life right now 主啊 现在 就进入我的生命当中 Lead me Guide me By your Holy Spirit 用圣灵来指引我 带领我 Fill me with the Holy Spirit today Touch me Lord Give me a new heart a new spirit 主啊 触摸我 赐给我一颗新的心 新的灵 From now on I will follow you I will be fruitful I will add to my faith Excellence Goodness Love Kindness Perseverance Thank you Lord 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要跟随你 多结果子 并在我的信心上 加上 卓越 德行 爱心 良善 忍耐 感谢主 You are my God 你是我的神 And my name is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In Jesus name I pray Amen 我的名字 将被印在 羔羊的生命册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Thank you Jes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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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you come to be prayed for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hat Forget about other things Forget about other people 如果你要到前面来接受祷告的话 我要鼓励你 忘记别的事情 忘记别的东西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只要单单存一颗渴慕的心 God touched the hungry heart If you're hungry You say I want to change I don't want the old life anymore I want to move on to the next level He's going to touch you 神会触摸那些饥渴的心 如果你很渴慕 你想改变 你不想再活在过去的救我当中 你想进入一个新的生活 神会触摸你 Come with a hungry heart And don't worry about what happened to you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God touched you Your physical body will respond To the touch of God You may cry You may laugh You may lose strength You may feel something 戴着一个渴慕的心来 不要思考什么事情 会发生在你身上 有时候 当神触摸你的时候 你的肉体会有反应 你可能会哭泣 可能会大笑 你可能会无力 也可能会感觉到什么 If you are new believers Or you never been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Speaking in tongues When I lay hand on you Have faith And let the Holy Spirit fill you up Open your mouth And speak in other tongues God will speak with you You have to speak But He gives you the language Fill with the Holy Spirit Speaking in tongues And that is good for you Amen 如果你是一个新信主的人 并且从来没被圣灵充满 和讲方言的话 当我为你按手祷告的时候 凭着信心 让圣灵来充满你 张开口 讲说方言 如果你开口 圣灵会赐给你 所要讲的方言 被圣灵充满 并且讲方言 是对你大有益处的 Amen If you never speak in tongue before Today I like to encourage you When I lay hand just received And open your mouth and speak God will give you the language Amen 如果你从来没有讲方言 今天我要鼓励你 当我给你按手 说领受的时候 你要凭着信心 开始开口说 神会把你要说的语言 赐给你 Amen If you don't want to be pray for I understand I'm not forcing anybody It's your own choice Even God cannot force you I'm not going to force you either It's your own choice God is a God of freedom He never forces anybody It's your own choice Whether you want to be pray for or not Amen 如果你不想要祷告 我理解 我不会强迫你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即便是神 也不会强迫你 神是赐自由的神 祂从来就不会强迫任何人 是你自己的选择 接受祷告或者不要 Amen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How many people are hungry?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有多少人很渴慕 How many people say I honor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中有多少人说 我要尊荣神的同在? How many people say I honor the glory? The glory of the Lord is here 有多少人说 我要尊荣神的同在? 荣耀的神现在就在这里 Thank you Lord Touch me Lord Change me I'm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I am I want to move on to the next level from glory to glory by the Spirit of God 感谢神 求神来触摸我 改变我 我对我现在的光景不满意 我要靠着圣灵不断地进步成长 变得越来越有神的荣耀 Today I unveil my spirit and behold Jesus May Jesus come by the Spirit to visit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Oh Lord That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by the fire of God Thank you Jesus In your name we pray Jesus Amen Amen 今天 我要敞开我的心灵 让主耶稣进来 愿主的灵来到这里 眷顾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Oh主啊 因着神的圣火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明镜需要您的心灵